肥肠火锅的军粮罐口终于等到要特塌了 三斤桩 这么大一锅好过瘾啊 我们需要加热了吃 分量还是非常的足啊 哦 好香的 闻到香味的 我要先来一口肥肠 虽然在里面浸泡了很长时间 但是口感还是非常的Q弹 看看里面的丸子 入口即化 汤汁的味道已经完全侵入到里面了 这个鹌鹑蛋已经卤入味了 里面还有我最爱吃的竹笋 还有杏鲍菇 还有赤松蓉 也是种菌类 这么一锅配上主食 四五个人可以爽爽的吃一顿 保持期三年 味道好 量还足 吃起来还方便 有没有肥肠爱好者 评论区交流一下 在户外的夜晚啊 一款头灯要比一个手电实用的多 尤其是在夜间登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拿着手电 就非常的不切实际了 因为你不管是在营地工作 还是在爬山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 解放出来双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带着这款头灯呢 可以做焦距的无极调节 当你需要照射远处物体的时候啊 可以聚光来射远 当你做一些营地工作 需要看进出物体的时候呢 它泛光也非常的实用 它的电池盒呢 是在后脑的位置 这样的话更容易平衡 除了使用专门的充电锂电之外呢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便补给的3A电池 还具备电量显示和防务处功能 对于喜欢骑行锤吊探动户外徒步的朋友来说 绝对是一个利器 我们是聪评解铁路子 更多实用好物推荐给你 野哥 我是新来的 我就是想问你 但野外该如何上厕所 这个你就问对人了 走走走我教教你 我们在户外呢 有时候为了舒适 会用到这样的东西 这能行吗 来来来请坐试一试 大家有这个东西呢很稳固吧 可是无拙无拦的太难为行了 哎 你看你这不就解决了吗 这不更显眼了吗 你看不靠谱 你看你别着急啊 你这不还没装备上了吗 你把他带了是不是 是不是 这样就没有人认识你了 对不对 哎 放心大胆的解决问题 野哥的装备就是这么演 2Ls later 我刚上班了 特色满了 这啥呀 别会解决的 哎野哥 我是新来了 请教一下你啊 在户外怎么洗澡啊 这个我擅长 走走走我好好教教你 好的 天呐当着这么多人洗澡 想都不敢想 想知道在户外如何洗澡吗 我给你推荐一个户外洗澡神器 这是一个12升的黑色水袋 把它放在夏日的太阳下暴晒 晒个几个小时呢水温就可以上来 一个加压管一个出水管 给它连接好 加压气阀 好处呢就是 你不用把它挂在高处啊 放在平地上 它也可以使用 水温还是可以的嘛 12升的容量啊 两个人洗也没问题 我用的这个灶呢 是全身都能洗的 可以洗头 可以洗脸 可以当沐浴灶 一块就全都搞定了 而且出差比较好戴 也不用怕它都撒了 或者是过不了安检 最重要的是 它没有化学的这个起泡剂 所以说是不污染环境的 在户外呢也可以放心的用 太爽了 还想看野哥在户外测点什么呢 有留言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服刑人员套装 可以测评一下 东西非常齐全啊都是些生活用品 比较有特色呢就是 所有的把手都做成了这种便于抓握 又非常安全的处理 这个抓握非常的顺手啊 不管是勺子还是牙刷 非常的柔软 不容易折断 这个笔的设计很有意思啊 像一个打蛋器 然后前面带一个小盖 里面的笔心呢 是完全封在里面拿不出来的 轻轻的写字的时候呢 可以写没有问题 但是稍微用力呢 它这个笔头就会缩进去啊 所以非常的人性 我觉得最别致的就是这个梳子 非常的好用 杯子和碗用这种非常坚硬又柔软的材料啊 很轻 这个饭盒呢符合四菜一汤的这个标准啊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标准 不知道能不能吃上大碗宽面 好了野哥都已经帮你们亲身测过了 你们就不要好奇去尝试了 到今天为止 你还没有准备一个家庭应急包吗 其实国家应急办很早以前就呼吁 每个家庭都应该准备一些应急物资 以为不时之需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 一个逃生背包里面应该有哪些东西 饮用水和应急食品是必需品 要选那种热量密度大方便食用 而且保质时间长的食品 第二呢是工具类 这里面包括逃生工具 通讯工具 还有照明工具 急救包也非常的重要 这里面包括一些外商急救用品 还有一些个人常用药 甚至还有一些野外生存工具 这个具有防水功能的充电包 也特别适合最近的情况 把所有的应急物资整合在这样一个 可以漂浮可以防水的多功能背包里面 当危险来临 令它直接跑路安全感慢慢 紧急事件降临的时候 你的自保的意识 知识 装备一样都不可少 今天晚上7点半 来我直播间 咱们好好聊聊 如果身处荒野让我选择一样工具的话 我会选择带它 它结构可靠 功能丰富 满足我在户外的基本需求 还带一个简单的自我修复工具 出差旅行呢 我也会带一把刀 这个是男人都应该有的一把刀 简约的一体机身设计 采用了智能感应启动 科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改变了你的使用习惯 高级 再看提需效果 铜丝都可以轻松削断 上脸360度贴合一抹即瓶 效值 全程防水随时用 一次充电三个月享受 户外出差旅行省心 这款提需当代还有一个隐藏属性 那就是可以表白 来拿着 这个视频你看过吗 吃东西一定不能吃得太油 随身备一张吸油纸 吃饭的时候把它铺上去 这也太舍了吧 买回来了 亲测一下 泡面出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吸油纸的真实效果 是什么样的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确实比我想象弄掉好 感觉像没有放调料包 方便面质是常规操作 我们来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罐头火锅里的油给吸了 走你 这个恐怕一张不够 很明显红色的地方是油 浅色的地方就已经是汤汁了 没有想到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不喜欢多油多盐 可以买这个来在家背着 我现在身处1775米的 这样一个海拔的山上面 能见度不到10米加上密林 现在又开始下起了雨 我现在已经完全转向了 像这样的情况 一旦你对环境判断失误 很容易发生危险 像这种情况下 你要怎么办呢 给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这个装备 这是一块用咱们国家 北斗卫星定位的智能手表 靠着这块表 我终于顺利的到达营地了 我手上的这款是北斗的 Think Time基础版 作为国产比较新锐的手表品牌 在功能上不得不夸一步 不仅定位精确 还可以帮我迅速的了解周围的环境条件 满足基本的心理监测 续航这一块 在户外待一个月也没问题 100米防水 无去任何户外环境 这种硬核的户外表 就要经得住随便造 看到了吗 连个刮痕都没有 它所用的半透半反的MIP显示屏 不管在户外阳光有多刺眼 你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读书 这款表不止颜值硬朗 而且它的功能非常的丰富 足以满足运动户外战术 而且才1000多 绝对是良心国货 我作为一个军女戴着这块手表 就感觉自己跟北斗卫星相连 特别的有自豪感 如果你的身边有像我这种军事户外爱好者 直接买来送给他 就是没错 到手了一个超大号的冯火台 把它组装起来给你们感受一下 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 里面不用更多的连接件 因为它是六边形的 所以说它的力学结构 就可以让它非常稳 放个石头在那看下 真的看起来还不错 不知道烧的时候会不会变形 为了烧得好 我们要把它搭成一个塔形 让空气保持流通 来点火 这个冯火台已经烧了几次了 比我想象中的好一点 虽然比较薄 但是没有发现严重的变形 它除了是一个配置工具以外 也是一个提供氛围的道具 比较适合四五个人围炉而坐 新测过的装备推荐给你们 还想看野哥测什么 评论区见 自驾模拟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走带你看看我的家伙事 首先是各种户外的工具类的装备 出门在外 总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 小心驶的万年船 其次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吃着美食看着美景 有这些装备的加持 可以让户外旅行更加的惬意 除了安全和舒适 能源补给也非常的重要 这款叫薄露D 号称是户外电源界的特斯拉 它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芯 相比三元锂电池 不仅更安全 而且充放电的次数更是多了三倍 高达2500次的充放电 可以陪我也更久划算 有六种不同的接口 设备旗插旗用 最多支持同时供电10台设备 第10个在这一个无线充电平台 我还给它配了一个200瓦的太阳能板套装 也就是说只要有太阳 它就是一个可以无线续航的移动电站 有了这样的装备 生活中更享受 工作中更便捷 旅行中更安全 我们是测评界底路子 每天带你玩点不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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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